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 今天有短而不割的三斤跟小可爱们分享 一部超级可爱的国产动画《孟婆婆的汤》 随着现实的技术越来越发达 那边的世界也不能落后呀 这部孟婆婆卖汤已经改用自动贩卖机了呢 一天黄泉路上 俯偷俯脑的僵尸先生正准备投胎 他投出唯一的铜笔 自动贩卖机上却显示已受空 请稍后 与自动贩卖机相连的 正是位于地下孟婆婆的良心小作坊 此时的孟婆婆正在打瞌睡 被铜笔惊醒后才意识到该煮新的汤了 也不知道是多久没开工 被遗忘在猪网中的勺子终于重见光明 孟婆婆简单擦拭后 搅了搅已经变味的汤 咦咦什么时候乱入的眼球 而后孟婆婆找到汤谱 在汤房重地取得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熬汤材料 一股脑全扔进汤里后 飘出了哀怨的小幽灵 那边僵尸先生等的无聊 只能搓搓舌头自娱自乐 煮好汤后孟婆惊觉 她是不能尝汤的 要用专门的试汤鼠 桌上标注 只要试汤鼠变成了超级萌的样子 就算是成功了 孟婆婆思索片刻之后 咬了一勺汤 这汤还真是用料丰富 层次分明啊 鸭子游泳 蟑螂泡走 后来还有一副假牙 孟婆婆确定不是你掉的吗 试汤鼠用尽浑身的力量想要拒绝 奈何孟婆婆只有威逼 没有利用 试汤鼠指的乖乖和下 一口下肚 头晕想吐 浑身长毛 四肢盲目 两口下肚 持续想吐 手也抽搐 脚也抽搐 三口下肚 全身变吐 哎呦 还压上晕了呢 老铁 孟婆不断地调整汤的配方 试汤鼠不断地变换各种造型 差点把肚皮都撑破了 好想劝劝僵尸先生 别等了 做僵尸挺好 就在这时 孟婆婆一不小心 把标志剧毒的药剂打翻 撒进了汤里 而后汤却绽放出了蓝色的光芒 蓝光冲破地表 直打自动贩卖机 僵尸先生好像看到了希望 继续等待 光芒淡去后 这锅孟婆汤从黑暗料理 直接升级为 让人食欲大增 色香味 巨佳的黄金浓汤 试汤鼠对着汤垂涎欲滴 可她没想到 孟婆婆因为嘴馋 没抵住诱惑 自己喝下了汤 结果她的身体发生了一变 最后竟然变成了 可爱的少女模样 瞬间年轻800岁 搁浅周周的 和吼蒙蒙的 食堂鼠无语道自闭 想着自己可能要永久失业了 而僵尸先生 到底也没等到那一碗孟婆汤 这部动画是北方工业大学 艺术学院动画专业 一连级学生 钟雨晴和谢婉成的闭设作品 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 搭配上可爱的画风 和创新有趣的情节 真是太好看了 只是有一个问题 三斤特别想问 两位小姐姐打算出戏集吗 从这部作品播出至今 已经六年了 僵尸先生等的该有多辛苦呀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斤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